何西阿书 耶稣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于是何西阿去娶了笛拉因的女儿戈灭 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 给他起名叫耶稣列 因为在过片时 我必讨耶护家在耶稣列杀人流血的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到那日 我必在耶稣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宫 戈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 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 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 绝不赦免他们 我却要怜悯犹大家 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 不使他们靠弓 刀 征战 马匹与马兵得救 戈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 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耶和华说 给他起名叫罗阿米 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 我也不做你们的神 然而 以色列的人数 必如海撒 不可量 不可数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 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比一同聚集 为自己立一个首领 从这地上去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必为大日 何西阿书 第二章 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 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 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 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 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叫她除掉脸上的银像 和胸间的银态 免得我剥她的衣服 使她赤体与财生的时候一样 使她如旷野 如干旱之地 因渴而死 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 因为她们是从淫乱而生的 她们的母亲行了淫乱 怀她们的母 做了可羞耻的事 因为她说 我要随从所爱的 我的饼 水 羊毛 麻 油 酒 都是她们给的 因此 我必用荆棘堵塞她的道 筑墙挡住她 使她找不着路 她必追随所爱的 却追不上 她必寻找她们 却寻不见 便说 我要归回前父 因我那时的光景 比现今还好 她不知道 是我给她五股 辛酒和油 又加增她的金银 她却以此 供奉巴黎 因此 到了收割的日子 出酒的时候 我必将我的五股辛酒收回 也必将她应当 遮体的羊毛和麻 夺回来 如今 我必在她所爱的眼前 显露她的丑态 必无人能救她 脱离我的手 我也必使她的燕乐 节期 月术 安息日 并她的一切大会 都止息了 我也必毁坏 她的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 就是她说 这是我所爱的 给我为赏赐的 我必使这些树 变为荒林 为田野的走兽所斥 我必追讨她 素日给朱巴黎烧香的罪 那时 她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 随从她所爱的 却忘记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后来 我必劝导她 领她到旷野 对她说安慰的话 她从那里出来 我必赐她葡萄园 又赐她亚哥谷 作为指望的门 她必在那里应圣 与幼年的日子一样 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 耶和华说 那日 你必称呼我伊士 不再称呼我巴黎 因为 我必从我民的口中 除掉朱巴黎的名号 这名号不再提起 当那日 我必为我的民 与田野的走兽 和空中的飞鸟 与地上的昆虫立跃 有必在国中 折断公刀 止息征战 使他们 安然躺卧 我必劈你永远归我为弃 以仁义 公平 慈爱 怜悯 联民 聘你归我 也以诚实 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 我耶和华 耶和华说 那日 我必应允 我必应允天 天 必应允地 地 必应允五谷 辛酒和油 这些 必应允耶斯列民 我必将它 种在这地 所不蒙怜悯的 我必怜悯 本非我民的 我必对他说 你是我的民 他必说 你是我的神 何西阿淑 第三张 耶和华对我说 你再去爱一个淫妇 就是他情人所爱的 好像以色列人 虽然偏向别神 喜爱葡萄饼 耶和华 还是爱他们 我便用银子 十五摄克勒 大卖 以赫梅尔半 买它归我 我对他说 你当多日为我独居 不可行淫 不可归别人为弃 我向你也必这样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 无君王 无首领 无祭祀 无住相 无以福德 无家中的神像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 寻求他们的神 耶和华 和他们的王大卫 在末后的日子 必以敬畏的心归向 耶和华 领受他的恩惠 何西阿书 第四章 以色列人啊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 因这地上无诚实 无良善 无人认识神 但其假事 不见前沿 杀害 偷盗 奸淫 行强暴 杀人流血 接连不断 因此 这地悲哀 骑上的民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必都衰微 海中的鱼 也必消灭 然而 人都不必争辩 也不必指责 因为这民 与抗拒祭祀的人一样 你这祭祀 必日间跌倒 先知 也必夜间 与你一同跌倒 我必灭绝 你的母亲 我的民 因无知识 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 我也必弃掉你 使你不再 给我做祭祀 你既忘了 你神的律法 我也必忘记 你的儿女 祭祀越发增多 就越发得罪我 我必使 他们的荣耀 变为羞辱 他们吃我民的赎罪计 满心愿意 我民犯罪 将来民如何 祭祀 也必如何 我必因他们所行的 惩罚他们 找他们所做的 报应他们 他们吃 却不得饱 行银 而不得利后 因为他们离弃 耶和华 不遵他的命 奸银和酒 并心酒 夺去人的心 我的民求问墓偶 以为墓障 能指示他们 因为他们的银心 使他们失迷 他们就行银 离弃神 不守约束 在各山顶 各高纲的橡树 杨树 栗树之下 献祭烧香 因为树影美好 所以 你们的女儿淫乱 你们的心腹行银 你们的女儿淫乱 你们的心腹行银 我却不惩罚他们 因为 你们自己离群 与娼妓同聚 与妓女一同献祭 这无知的民 必至倾倒 以色列亚 你虽然行银 犹大却不可犯罪 不要往吉甲去 不要上到伯亚文 也不要指着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以色列倔强 犹如倔强的母牛 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 如同放羊羔 在宽阔之地 以法连亲近偶像 任凭他吧 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 他们时常行银 他们的官长 最爱羞耻的事 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 他们因所献的祭 必至蒙羞 何西阿淑 第五章 众祭司啊 要听我的话 以色列家呀 要留心听 王家呀 要侧耳而听 审判要临到你们 因你们在米斯巴 如网罗 在塔伯山 如铺张的网 这些悖逆的人 四行杀戮 罪孽极深 我却斥责他们众人 以法连为我所致 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 以法连啊 现在你行淫了 以色列被玷污了 他们所行的是 他们不能归向神 因有银心在他们里面 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以色列的骄傲 当面见证自己 故此 以色列和以法连 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 犹大 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 他们必牵着牛羊 去寻求耶和华 却寻不见 他已经转去 离开他们 他们向耶和华 行事鬼诈 生了私子 到了月术 他们与他们的地业 必被吞灭 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脚 在拉玛吹号 在伯亚文吹出大声 说 边雅敏啊 有仇敌在你后头 在责罚的日子 以法连必变为荒场 我在以色列支派中 只是将来必成的事 犹大的首领 如同挪移地界的人 我必将愤怒 倒在他们身上 如水一般 以法连因乐从人的命令 就受欺压 被审判压碎 我使以法连 如虫柱之物 使犹大家 如朽烂之木 以法连见自己有病 犹大见自己有伤 他们就打发人 往亚树去 见耶雷布王 他却不能医治你们 不能治好你们的伤 我必向以法连 如狮子 向犹大家 如少壮狮子 我必撕裂而去 我要夺去 无人搭救 我要回到原处 等他们自觉有罪 寻求我面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必窃窃寻求我 何希阿淑 第六章 来吧 我们归向耶和华 他撕裂我们 也必医治 他打伤我们 也必残果 过两天 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 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 得以存活 我们勿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 却如晨光 他必临到我们 向干雨 向滋润田地的春雨 主说 以法连啊 我可向你怎样行呢 犹大雅 我可向你怎样做呢 因为 你们的良善 如同早晨的云雾 又如速散的甘露 因此 我借先知 砍伐你们 以我口中的话 杀戮你们 我施行的审判 如光发出 我喜爱良善 不喜爱祭祀 喜爱认识神 胜于凡祭 他们却如亚当被曰 在境内向我行事鬼诈 剧烈是作孽之人的城 被血沾染 强盗成群 怎样埋伏杀人 祭司结党 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 行了邪恶 在以色列家 我见了可憎的事 在以法连那里有淫行 以色列被玷污 犹大雅 我是贝鲁之名归回的时候 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 何西阿书 第七章 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 以法连的罪孽 和撒玛利亚的罪恶 就显露出来 他们行事虚晃 内有贼人入室偷窃 外有强盗成群骚扰 他们心里并不思想 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 他们所行的 现在缠绕他们 都在我面前 他们行恶 是君王欢喜 说谎 是首领喜乐 他们都是行淫的 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 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 暂不时火着望 在我们王艳乐的日子 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 王与泄脉人拉手 首领埋伏的时候 心中热如火炉 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 到了早晨火气炎炎 众民也热如火炉 烧灭他们的官长 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 他们中间五亿人求告我 以法连与列邦人掺杂 以法连是没有翻过的饼 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 他却不知道 头发斑白 他也不觉得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 虽遭遇这一切 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 也不寻求他 以法连好像鸽子愚蠢无惧 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树 他们去的时候 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 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 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 惩罚他们 他们因离弃我 必定有祸 因违背我 必被毁灭 我虽要救赎他们 他们却向我说谎 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 乃在床上呼嚎 他们为求五股心酒聚集 仍然背逆我 我虽教导他们 兼顾他们的绑壁 他们竟图谋抗拒我 他们归向 却不归向至上者 他们如同翻倍的功 他们的首领 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 这在埃及地 必做人的讥笑 何西阿书 第八章 你用口吹脚吧 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 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 干犯我的律法 他们必呼叫我说 我的神啊 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 以色列丢弃良善 仇敌必追逼他 他们立君王 却不由我 他们立首领 我却不认 他们用金银 为自己制造偶像 以致被剪除 撒玛利亚呀 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 我的怒气 向拜牛犊的人发作 他们到几时 方能无罪呢 这牛犊出于以色列 是匠人所造的 并不是神 撒玛利亚的牛犊 必被打碎 他们所种的是风 所收的是暴风 所种的不成荷架 就是发苗 也不结实 即便结实 外邦人必吞吃 以色列被吞吃 现今在列国中 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 他们投奔亚树 如同独行的野驴 以法连会买彭党 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 现在 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 他们因君王和首领 所加的重担 日渐衰位 以法连增添祭坛取罪 因此祭坛使他犯罪 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 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设 至于献给我的祭物 他们自食其肉 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 现在 必纪念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他们必归回埃及 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 建造宫殿 犹大多造坚固城 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义 烧灭其中的宫殿 何西阿淑 第九章 以色列呀 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 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 在各股肠上 如妓女喜爱赏赐 股肠和酒诈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 新酒也必缺乏 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 以法连却要归回埃及 必在亚树吃不洁净的食物 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淀酒 即便店酒也不蒙悦纳 他们的寄物 必如居丧者的食物 凡吃的必被玷污 因他们的食物 只为自己的口腹 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 在大会的日子 到耶和华的节气 你们怎样行呢 看啊 他们逃避灾难 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 魔福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 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 必长吉利 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 以色列人必知道降伐的日子临近 报应的时候来到 民说 做先知的是愚昧 受灵感的是狂妄 皆因他们多多作孽 大怀怨恨 以法连曾做我神守望的 至于先知 在他一切的道上 作为捕鸟人的网罗 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 以法连深深的败坏 如在吉比亚的日子一样 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主说 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 我看见你们的列祖 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 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 专拜那可羞耻的 就成为可憎恶的 与他们所爱的一样 至于以法连人 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 必不生产 不怀胎 不成韵 纵然养大儿女 我却必是他们丧子 甚至不留一个 我离弃他们 他们就有祸了 我看以法连如推罗栽于美帝 以法连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 交予行杀戮的人 耶和华呀 求你加给他们 加什么呢 要是他们胎坠乳干 耶和华说 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极甲 我在那里憎恶他们 因他们所行的恶 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 不再怜爱他们 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 以法连受责罚 根本枯干 必不能结果 即或生产 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 我的神必弃绝他们 因为他们不听从他 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 何西阿书 第十章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 结果繁多 果子越多 就越增添祭坛 地土越肥美 就越造美丽的柱像 他们心怀二异 现今要定为有罪 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 毁坏他们的柱像 他们必说 我们没有王 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 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 他们为立约说谎言 其假事 因此灾法如苦菜 滋生在田间的梨沟中 撒玛利亚的居民 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 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祀 都必因荣耀离开他 为他悲哀 人必将牛犊带到亚树当作礼物 献给耶雷布王 以法连必蒙羞 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 至于撒玛利亚 他的王必灭墨 如水面的墨子一样 伯亚文的秋坛 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 必被毁灭 荆棘和吉利 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 他们必对大山说 遮盖我们 对小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以色列亚 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 时常犯罪 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 现今 驻基比亚的人 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 临不到自己 我必随意惩罚他们 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禅 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 以法连是训良的母牛犊 喜爱踹骨 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 我要使以法连拉套 犹大必耕田 雅各必霸地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慈爱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你们要开垦荒地 等他临到 使公义如鱼 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耕种的是奸恶 收割的是罪孽 吃的是谎化的果子 以你倚靠自己的行为 仰赖永世众多 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攘之声 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 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 拆毁伯亚比勒 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 因他们的大恶 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 到了黎明 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 何西阿淑 第十一章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 我爱他 就从埃及 召出我的儿子来 先知越发招呼他们 他们越发走开 向朱巴利献祭 给雕刻的偶像烧像 我原教导以法连行走 用绑臂抱着他们 他们却不知道 是我医治他们 我用慈神爱索牵引他们 我代他们 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 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 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 因他们不肯归向我 刀剑必临到他们的诚意 毁坏门栓 把人吞灭 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 我的民偏要被盗离开我 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 归向至上的主 却无人尊崇主 以法连啊 我怎能舍弃你 以色列亚 我怎能弃绝你 我怎能使你如鸭马 怎能使你如洗扁 我回心转意 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 也不再毁灭以法连 因我是神 并非是人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我必不在怒中 临到你们 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 子民必跟随他 他一吼叫 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 他们必如雀鸟 从埃及急速而来 又如鸽子 从亚树地来到 我必是他们 助自己的帮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法连用谎话 以色列家用轨迹围绕我 犹大却靠神掌权 向圣者有忠心 何西阿淑 第十二章 以法连吃风 且追赶东凤 时常增添虚晃和强暴 与亚树立约 把游送到埃及 耶和华与犹大争辩 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 按他所做的报应他 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 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 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 哭泣恳求 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 耶和华万君之神 在那里小于我们以色列人 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 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 谨守仁爱公平 常常等候你的神 以法连是商人 手里有诡诈的天平 爱行欺骗 以法连说 我果然成了富足 得了财宝 我所劳碌得来的 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 可算为罪的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 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我必使你再住帐篷 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 我以小欲众仙志 并且加增末世 借先知设立比喻 吉列人没有罪念吗 他们全然是虚假的 人在吉甲县牛犊为祭 他们的祭坛 好像田间离沟中的乱堆 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 以色列为德妻服侍人 为德妻与人放羊 耶和华借先知 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 以色列也借先知 而得保存 以法连大大惹动主怒 所以他流血的罪 必归在他身上 主必将那因以法连所受的羞辱 归还他 何希阿淑 第十三章 从前以法连说话 人都战尽 他在以色列中居出高位 但他在释放巴黎的事上犯罪 就死了 现今他们罪上加罪 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 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 都是匠人的工作 有人论说 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 因此 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 又如速散的甘露 像肠上的康笔被狂风吹去 又像烟气腾于窗外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 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在我以外 你不可认识别神 除我以外 并没有救助 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 这些民 照我所赐的食物 得了饱足 既得饱足 心就高傲 忘记了我 因此 我像他们如狮子 又如豹 不在道旁 我遇见他们 必向丢仔子的母熊 撕裂他们的胸膛 在那里 我必向母狮吞吃他们 野兽必撕裂他们 以色列亚 你与我反对 就是反对帮助你的 自取败坏 你曾求我说 给我立王和首领 现在 你的王在哪里呢 治理你的在哪里呢 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 拯救你吧 我在怒气中将亡赐你 又在烈怒中将亡废去 以法连的罪孽包裹 他的罪恶收藏 产妇的疼痛 必临到他身上 他是无智慧之子 到了产气 不当迟言 我必救赎他们 剥离阴间 救赎他们脱离死亡 死亡啊 你的灾害在哪里呢 阴间啊 你的毁灭在哪里呢 在我眼前 绝无后悔之事 他在弟兄中 虽然茂盛 必有东风刮来 就是耶和华的风 从旷野上来 他的泉源必干 他的源头必结 仇敌必掳掠 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 撒玛利亚 必担当自己的罪 因为背逆他的神 他必倒在刀下 婴儿必被摔死 孕妇必被剖开 和西阿书 第十四章 以色列亚 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你是因自己的罪孽 跌倒了 当归向耶和华 用言语祷告他说 求你除净罪孽 悦纳善行 这样 我们就把嘴唇的气 代替牛犊献上 我们不向亚树求救 不起埃及的马 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 你是我们的神 因为孤儿在你 耶和华那里 得蒙怜悯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 甘心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 向他们转效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 他必如百合花开放 如篱巴嫩的树木扎根 他的枝条必延长 他的荣华如橄榄树 他的香气如篱巴嫩的香柏树 曾住在他阴下的必归回 八旺如五谷 开花如葡萄树 他的香气如篱巴嫩的酒 以法连必说 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官赦呢 我耶和华回答他 也必顾念他 我如清脆的松树 你的果子从我而得 谁是智慧人 可以明白这些事 谁是通达人 可以知道这一切 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 一人必在其中行走 罪人却在骑上跌倒 你本来 simply sentenced上多钱 是 飞